来看到一个百度公司,它现在说是一个什么图形,底部三角形 前景是看涨,是9月18号昨天才形成的这个图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图形是什么玩意 它也没有从股东的角度,也没有从散户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说给出一个这个图形 这几个点呢,这样凑起来呢,就来到这里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这里呢就应该是一个上去了一个点 但是如果它买入量还有卖出量 一旦发生变化,它可以突破这个就变成不是这个图形 对吧,这方面看看就好 不要太相信 这个有效期是97天 看看就好,不要太在意 再来看到下面一个 Bilibili B站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B站 年轻人都很喜欢拥有的这一只股票 它现在图形是长这样 从图表来看 它也是一个这样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一个怎么样的三角形 来到这里 9月21号形成了 能量柱也在这里 但是这个它现在不是由于这个买入量卖出量吗 之前很多人都说这个50块钱50块钱 现在你看下来了,变40块钱了 那这里你要不要补呢? 还敢不敢补呢? 万一它再跌下来 它现在这一条线已经 你看这个点已经跌破这里 再跌破这里 再往线破我就不买了 但它稍微往上一点点 来到这里呢 我就再敢买 这是我个人我的性格啊 但是如果它再往线呢 我就不买了 以上是这个 今天这两只百度跟Bilibili的这个分享啊 谢谢大家